韆仲智平 文化中原 文化中原 大概我实际上整个就做了200多中药的380多个敌剧药品 因为一个药 你不止抵一个药品 我可以这么做一个药品 这东荣剂又做一个药品 后来所令在清草 为什么 清草最早说起来这个药 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实际上有的是有精华 一定要经过你很认真的 反复的努力才会取得成功 我也不是一句而成的 因为做出来开始都不好 实际上有几个环节很重要 一个是品种的问题 只有Atmissia诺瓦 也就是中药正品的精华 才含有精华数 其他的都没有 另外还有一个 要用部位提取再提取 从我那学的都用叶子的 不用擀了 还有一个伸展季节 因为我一说有效以后 好多人都去枪 一出土就去挖 其实在植物体内 它早期并没有营证青豪数 而是有好多栓什么的 根本没考虑药效 最后一个关键 就是提取方法 中药一般都是水煎的 水煎根本就没效 为什么它里面后来写得弄清楚 它是主要一个活性剂端是过氧的 你这里头有一些还原物就不通 把它氧化过氧剂破坏以后 它就没效 所以通过这么几个环节的综合研究 这也是很辛苦的 开始做 你假如30%40%之内 那是都不行的 一定要能够提高到100% 你才能有所突破 为什么你要再稳住在那 那么就说这肯定是有效的了 你往下做下去才会 那么我建筑以后 第191号样品 大概是10月4号吧 71年的10月4号 真是取得了突破 你应该把我重新 Mitglied 那么就放好 都没有办法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